那你覺得這次這個跟 有像是不是 很像 應該做個民調 他把責任都推給會議師 大部分人都不相信 那你判斷的版本是什麼 你判斷的 我判斷本來就是短掃 他把它洗出去 他有短掃的錢 像他這一些沒有花票的 他後來找出了 1600多萬的那個會款單 可是為什麼沒有花票 那他會給誰 那幾家公司有沒有 沒有開花票沒有開收據 是不是有逃漏稅的問題 國序局應該要進一步去追查 想要觀點來評觀點 歡迎收看韋漢觀點 各位網友大家晚安 今天為大家邀請到的是 中華民國快遞師 全國聯合會的前理事長 羅蘇美委員 你好大家好 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個能夠請到季雅 我實在是太榮幸 既然是從台中開車上來的 我從台中上來 要來參加這個觀點 非常的謝謝羅蘇美委員 再次感謝 謝謝 好 我給自己報告 以前打網路遊戲 都有一個叫做什麼 閃開讓專業的來 因為你如果不想 你打不想就 我們今天這個重點叫做 暴障 讓專業的來 壞智市的問題最快 差到這樣 那當然大家知道 因為我們錄影今天禮拜四 那昨天這個李文中啊 端木正啊 都到這個北基站 然後到那個台北地震屬去 政治的東西 或是司法檢調 那沒沒記啊 但會計師他該做什麼 報章該怎麼報 我來請教季雅好不好 好 來一個一個來 我先問一下這個季雅 因為 會計師在一個政治人 你還是立委嘛 對 所以你自己也有政治先 你也要去申報的先上去 所以你都清楚 會計師做什麼 還是政治人物 啊怎麼做 你都清楚嘛 我就問第一個問題 政治人物申報政治獻金 這跟公司到國際局報章又不一樣 再強調一次 政治人物拿政治獻金 選舉過後要去監察院去申報 那個過程當中 會計師到底扮演什麼假設 對 那個會計師我可以說 他是介於候選人 跟選民之間的一個條樑 就好比說 那個公司航號他請會計師簽證 那他要對他的投資人負責 那他一定要找個會計師來簽證 那因為我們的監察院 雖然有設申報制度 可是坦白講監察院 他沒有那麼大的人力 也沒有那麼多的那個時間 去查核所有政治人物 所申報的那些單據 所以他需要有一個會計師 來做一個公證人 來查核那個政治人物 他所申報的這些單據 合不合法 合不合理 就像譬如說 他的單據 他一定要取得花票 或取得收據 還有一些支出的證明 是不是跟他金錢有關的 的一些支出 那最重要就是要金流 假如你金額很大的話 那一定要有金流 說你是不是會給 真的是開發票 給你的這家公司 對的 那這個要靠 把會計師來查核 那會計師 事實上我跟你講 我自己也是當過立法委員 可是我自己的帳 我那時候證券帳 我沒有給我自己事務所的 會計師查 我還是委託別人 因為獨立 你自己有會計師務所對不對 有啊 你算理會的時候 你的帳還請別的會計師務所 來簽證來查核 為什麼 因為你要超人獨立啊 你自己人是不是會護航 自己人是不是會 你請別的會計師務所 的會計師來糾錯就對了 然後不得 他可能會看到這樣就對了 對對對 就像譬如說 我現在下來嘛 那每一年都有選舉嘛 很多政治人物來找我說 欸 姐啊 給我錢錢錢錢 我給他簽這個 我都不敢跟他收費用 說要給我簽 但是要我給他看完之後 那是我閃到默默回去 不敢讓我簽 因為我也不願意簽 我查得蠻嚴格的啦 該做的程序都要做嘛 我剛才就說 你要有法票 你要有收據 你如果金額大的話 我們還要查到他的合約 看他的合不合理 你是真的都會查 我都查 不是只有幫他把這個帳 做好就好了 沒有 為什麼叫簽證 記帳跟簽證是兩碼事 簽證就說 記帳就說 你拿什麼評證 我就只要給你記下去 我保證你負責 記帳是嘛 對 簽證不一樣喔 簽證是要負責任 要合理性 到底說 他的支出合不合理 他就要看他的金額 剛剛既然在講 觀眾朋友在聽得懂 就是這個 有點像新聞學上的守門人 最後有沒有 我新聞要出去之前 要有一個主管控的 有沒有標題錯內文錯 是最後守管的那個人 對啊對啊 所以每一個環節都應該要 又專業又能查到金流 你剛剛講有這個 發票收據支出證明嗎 對 等一下後面就正好有這一題要問 像那個小吃店 便當店可不可以開到96萬 有沒有可能啦 好 那我繼續問基亞這個問題 因為你講的 也就是我的理解啦 雖然我沒有那麼專業 對 但是現在柯文哲總部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去告這個端木證會計師 他說這個會計師 我們叫他去登帳 這跟你剛才說的就不一樣啊 因為你想 會計師在這個過程中是不登帳的對不對 對 可是他說我們讓他登帳啊 這個民眾黨還出事了證明說 你看監察院後台的那個權限 我們開了兩個權限給他 他有兩個帳號可以去key in 然後所以他都key錯了 然後他都亂key 便當店key 96萬 然後給食樂公司500萬 根本也沒有這個單據 他也去key 所以我要問了 如果會計師也真的跑去key 現在看起來民眾黨是出事了 東陣有去key嗎 對 那這個樣子有違法嗎 其實照講 然後會計師你是 你要查核他的帳 對 你照講你不應該 去key他的帳 作帳的跟查帳的要不同人 其實有些很奇怪 因為那個柯文哲金人總部裡面 他有出納債 他有個財務長 他總他每天的支出 一定有人在激壓 那為什麼會 你說他沒用 看我沒用 你說他要管小額捐款18萬筆 所以就管前端 後端的話就便宜形勢 所以他說我非常負責任的跟大家報告 我完全不知道 怎麼可能 你支出 我問你 他支出開支票 你是匯款來開支票嗎 拿大金額 大金額不可能是領現金給人的 一定是拿 那個現金 一定是拿那個匯款 或是那個開支票 對 那我看他好像大部分都匯款 那你總有一個出納人員在管控這些支出 不然誰去匯對不對 對 不然誰去匯嘛 那你這個支出的人 他就可以去的啊 而且他沒有多少比 他不是說他的支出才幾比而已嘛 對不對 他是收入比較多比 那支出很少啊 那怎麼可能可能給人家去啦 一般通常哦 好像第一次聽到說 那個競選總部 有人的那個帳是給快事去的 所以過去確實不常見對不對 不常見 那如果這麼做呢 因為我現在給大家看 來觀眾朋友 這個是監察院的這個叫做公職人員的 就是政經申報的系統 他裡面就分三部分 那參選人他本人就是有權限 既可以登入也可以去看最後的結果 那再來就是助理 這個其實應該就記得講的 這就是競選總部的財務 你就是要收支帳的登錄嘛 然後這個列印收據 這都你的事情嘛 然後你都做完了 基本上應該也就OK了 可是怕出錯 所以最後再由會計師來做簽證 但那會計師你看他的設計就很清楚了 觀眾朋友這不一定答的啦 雖然民眾黨現在拿出證據說 我們讓端木證做了這個事 但只代表他們犯了這個錯 不是他們這樣做是對的 不應該讓會計師去做這個事的啦 他不應該讓會計師去做這個事的啦 會計師只能夠查詢不能編輯 他就不能去登帳嘛 那現在他讓他去登帳了 那這個會計師端木證 在按照你的專業來說 他在會計師的工作上有什麼缺失嗎 對啦他就違反了超然獨立嘛 會計師最重要就我一再強調 就是你要超然獨立嘛 為什麼說我那時候我在選立委的時候 我的上海邀請別的快事事務所來簽 我等一下才知道 你有去做事務所 你自己來上海找別人簽 較厲害標準就不會出事嘛 對啊 沒有啊你一定要這樣嘛 你這樣你才有公信力嘛 那再來的話也比較不會出錯 所以你怎麼可能說 那個等於等於等下講說管錢的人 又管記帳 對 你以後那個他當然會 有時候會弄得一塌糊塗嘛 就憑於心事了 太扯了啦 那既然我要開始問專業的問題 那這個段木證 現在看起來民眾黨是咬死說 他有去登陸 所以呢他亂登 觀眾朋友我既然簡單講 不要講太負擇 讓大家聽得懂 那問題就請既然回答 他說他亂登至少三筆嘛 因為很多筆都亂登了 給他單去 但是他很懶 所以他沒有去登 那照理哪不應該登啦 他不管 那因為民眾黨跟他的合作方式 就比較特別比較奇怪 好那有一筆500萬的時勒 跟200萬216萬的尼奧 他說這三筆是因為他自己手邊一堆單據 這樣很多 我都很貧囊 我都沒登 不夠了 沒辦法 沒辦法 他就丟了500萬的那個 就是登上去說時勒拿500萬 我問記帳一個問題就是說 即使他不該登 他去登了 登的過程當中 需要付什麼 500萬的單據 現在民眾黨是說根本不存在 是他自己亂寫的 所以沒有這個你剛講的發票收據支出證明 也可以自己上去講說 我給那個公司500萬 我給某個公司300萬 可以這樣寫嗎 不可以 當然不可以 我說我講你沒有 你沒有發票沒有收據 沒有那個匯盤證明 你怎麼登呢 不可能的事情 這個就很怪 而且我是覺得是這樣 他假如所有的單據都有給 都有給那個端木會計師 都有給他 那我請問你 他沒有要寫的問題 沒有啦 登上帳比較容易呢 還是要作帳 作帳 作帳比較容易啊 當然登上去比較容易啊 你給我什麼我就幫你key進去啊 你要key的時候 你再核對再檢查一下 像我們在key的時候 那你key 你一定照那個花票 對對 花票key嘛 照花票照收據key嘛 你key的話 你在螢幕上再看一遍嘛 那怎麼會弄錯 比如說17筆啊 他說找到了17筆沒有登的嘛對不對 對啊 啊你怎麼肯 你意思是說把那17筆登進去 就沒事了 你幹嘛自己去捏造500萬 對啊 216 對啊 key比較容易呢 還是要捏造比較容易 你要去臭帳比較容易呢 還是key比較容易 他怎麼可能說你憑證給他 可是他後來喔 公佈出來的這一些 那個什麼說 少掉那個1800多萬的單據 1871萬 這些我後來有看了 有些根本沒有花票啊 對他只是個匯款單 對啊 匯款單不見得 不見得說跟你進檢總部有關的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你的花票 還有你的收據 你還要跟你的進檢有關聯 我記得我問他例子說 即使你說找到了 是這17筆1800多萬 對 但是他要是這17筆的發票都拿出來 才算數對不對 對啊 那有沒有可能沒有發票 你剛剛講吧 支出證明跟收據也可以啊 沒有啊 支出證明 你要支出證明說你跟進檢有關系啊 跟你的進檢 譬如說你你費給他 可能不知道去做什麼 先救他 還是說 還是說 那個洗錢洗掉的 我知道你的意思 還是怎麼樣 對啊 匯款單不代表支出的 對啊 匯款只要可以匯款來就對了 對啊 這樣啊 對啊 那那怎樣的單據 就是說 怎麼樣的要 怎麼樣的花費要是 統一發票 什麼樣的花費是收據 就可以了 我跟你講 一般來講假如公司啊 公司組織的話 一定要開花票 公司啊 公司啊 就對方如果是有開發票的公司 就一定要 對方假如是公司啊 你知道他們公司 他們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只要公司組織的話 他一定會 他一定會有花票 他也只能開花票 嗯 那假如那些什麼 小吃店啊 對 小規模營利失業 便當10千塊的可以 這小規模營利失業 可是他一個月的營業額 不得超過20萬 哦 一個月營業額 對啊 就一個超過20萬 就開發票了嘛 對啊 啊對 所以你說 那96萬怎麼有可能 對 一次就超過四個月了 是啊 那96萬 你說看你身在卡 他也知道是一個收據 怎麼可能 我等一下問你啊 我們循序見進 來 我再問你啊 那所以那500萬的時樂 現在的總部只講說 端木珍自己亂卡 他卡下去的時候 他應該有一張500萬的發票 對 才可以是不是 對 如果沒有的話 他該怎麼卡 他只要講說 我支出500萬 但沒有發票可以嗎 沒有沒有發票 不是啊 現在問題是出在哪裡 有時候你去 因為監察院 監察院他現在 他沒有那麼多的能力 沒有那麼多的能力去查 他賄不下 也有可能就對了 對啦 賄不下 對不對 你說他賄不下 所以就是說 500萬也可以隨便寫 怕人賄不下 所以不知道就要叫會計師簽證 結果 會計師就是賄不下的人 對 有沒有可能民眾黨真的很衰 遇到一個天兵會計師 不知道 我是質疑 我是質疑 因為你會計師 他根據 商業會計法 你明知不實的話 對 你明知不實 你去那裡等著 我看是5年以下 對 對 上業會計法 如果你亂登的話 那是5年以下的事情 所以他 他知道 他知道說 那個不夠 我爸爸是一臭的 來我念給大家聽 根據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如果明知不實事項 而填製會計憑證 或記錄上策的話 除5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罰60萬以下罰金 所以他手頭有發表 他不會寫 他不會寫的時候 準備過5年 這不太合理 就是說 常理上 理論上 邏輯上 你各方面來講 都不可能 你如果不去 你不去上去沒事情 你台灣去外交去兵 還要去到 到後來要判5年以下 我是覺得 地委公投給破掉了 我怎麼可能 是啊 中華民國會計師聯合會的 前理事長專業了 我們現在不跟你講對錯 但我告訴你 狀況是這樣 不太合理 我們知道就簡道去查 再來一個不合理的 就是剛剛 借亞講的便當店 大愛數十天地 有兩筆 一筆是 去年的9月7號 110 110很正常 要再等一注 那另外一個是 今年的1月7號 等於是投票前一個禮拜 好 那個禮拜天 96萬 你跟誰的監察院說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不是禮拜一的時候 民眾黨有講說 已經去清查了 端部政論查 所以40萬以上 他們都查了 那這筆有超過40 對啊 這筆沒查到 對沒查到 好 那現在民眾黨的說法是說 好 查到了 因為這個發票一張是960 一張是110 所以他把它寫成了960110 這個請問專業會計師 這地級錯誤 我也覺得換這種錯的話 真的是很離譜 好像那個天兵啊 一個是112年9月7號 他key進去了 是110塊 那96萬那個是在113年的 1月7號才key的 那兩筆 96怎麼會跑 又跑個110呢 1月key的 9月key的來到1月1月 隔了4個月 怎麼會這樣子key 他就說很懶惰嘛 就累積發票都 單區他都不做 那那是不是那一筆 那一筆 他把虛增 也是虛增 也是跟500萬 那個一樣 是不是又是給他增加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所以會計師是有什麼問題 他怎麼會不會 為什麼會這樣 真的回憶 再來我再問這樣一個問題 因為你單區看得多嘛 像這個就沒有發票 免用發票嘛 免用發票專用張 表示說 這一家公司一個月的營業額 沒有超過20 這一家的營業額 就小吃店營業不得超過20萬 所以你快醫師 這個是最基本常識嘛 你只要一張收據 你只要開到6萬 你是要害人去玩嗎 那我發現一個問題 我不懂 所以我請教計啊 你看這一張有沒有 這個是 去年9月7號的 他前面萬跟千是化掉的 對 那我有去問到 有的小吃店便當店 他給你這個收據的時候 他自己先把它化掉 對 因為怕你開太多 看到萬 我老公你不會到萬 所以萬跟千他就化掉 這9月7號的公司票 那這一張呢 就是960萬的 說960萬 960萬 我是發現他前面 兩個萬跟千被打差 是用藍色的筆 那這一整張發票 都是用黑色的筆 這是什麼意思 這整張發票 一定是空白給人家的 他拿到空白發票 然後自己把它填上去的 有時候有些便當店 他送便當來的時候 誒 塗一張收據給你 塗一張收據給你 讓你自己開 那他怕你開太高 所以他前面兩個先把他 槓掉 先把他槓掉有可能 那他為什麼不用 是這樣就對了 就寫的人跟拿的人 所以這一張就可能 不是老闆開出來的 對啊 那不是老闆開的可以嗎 也可以啦 因為沒有那麼嚴格啦 就說你的判斷說 可能不是老闆當時就寫的 就對了 應該是應該是後來後來天 那現在網路上在查 因為我們現在禮拜四錄影 其實大家都在討論這一題 我們不用有答案 用專業會計師角度看就好了 有人說那一天 1月7號是禮拜天 這一家店根本沒開 所以不可能 那這要怎麼講 如果是現實上的話 這可以不可以 那個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他就是一樣 給他的收據是空白的 對 他就自己填上去了 就你覺得那自己填 那這樣子 對啦 這樣算違規或違法 還是說沒事 這個是這樣 就是等於是便宜行事 你假如填的金額 不是你 譬如說我買900塊 你給他填90幾萬 那當然當然就不行 但如果確實有開支 對啦 這樣大家了解 對啦 好 所以既然就 有一說一 大家了解嗎 我們今天不是在做政治工房 也不是在判控則生死 我們在講會計師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所以 既然簡單講 那現在這個事情已經進到檢調 再查了 好 我請既然做個結論好了 你身為專業的會計師 你又是公會的理事長 基本上就這件事 對整個會計師的行業來講 我覺得生育也有受影響 有啦 你有沒有什麼話要說 就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我這幾天 有接到很多會計師打電話給我 好 因為真的講 你說一個受過嚴格訓練 第一個 你要考會計師 製造不好考 那張製造得來不容易 那你自己又經營了你的事務所 你的商譽也很重要 那你今天到底會有哪一個會計師 會在沒有經過他的委託人的同意之下 自己給他填進去 我看幾乎不大可能 我們十個會計師 十個會計師都不可能 當我們去簽證的時候 發生說發現說那個帳有問題 或是有什麼不合 就好比說他那個 端木正去查核的時候 發現說有九百多萬了 九百一十六萬了 查核 那他一定會去跟當事人 委託人 他一定會跟他上部隊 對上部隊 一定會去講 會計師的公眾都在這裡 發現哪裡不對 你發現不對 可是現在整件事情都講說 所有不對都是會計師造成的 而且好像是會計師製作主張 是做主張幫他弄進去的 這個不大可能 事實上你這麼多暗議 只有公司好像在欺騙會計師 沒有會計師是欺騙 欺騙那個當事委託人 對不對 你看一些上市公司做假帳 什麼什麼都是 做假帳也是財務座 對啊 那也是公司欺騙會計師 有哪個會計師是欺騙過公司 他一定會跟討論 事實上柯文哲有講過 我之前那個就是一個 一個暗藏銜跡 因為剛才說 會計師他說端木正跟他講 說監察院只查收入 不查支出 那他為什麼講這句話 為什麼端木正會去跟他講 是不是跟他講說 我們現在支出少了多少 我們要到達到的 到達發現監察院沒查支出 只要今天講的不是那個 那個叫那個什麼 石樂跟尼奧 跟尼奧 出來說 我沒有承包這個 我們根本不知道 對他也過關了 他也過關了 因為監察院 沒有跟你查 那當初你記不記得 剛才第一次選的時候 那姚立民有報出來 他說他用了三張 三張收據 一張收據 能剩五百萬 補三張 姚立民問說這什麼 他就沒資料 但是你說 他在說 姚立民是公開在電視上講的 我們監察院也好像在睡覺 他點點 也沒去查 尤其是國際局更失責 一張收據開五百萬 你是不是要不要去查 有逃漏稅的問題 都沒有 所以 收據可不可以開到五百 不行啦 跟你說 收據是小規模 二十萬以下 沒有啦 你一個月的營業 對 那是一個月營業二十萬 所以其實一般的收據 都大概幾百塊 幾百塊 上千也有可能 你如果說 一張收據 十九萬 所以不要講五百萬 一張五十萬就不可能了 五個不可能啦 那所以收據沒有發票 然後只有寫一個什麼 小吃店什麼五百 那是絕不可以的 對啊 姚立民講的 他說有三張 他看到三張 對 他公開場合 他在電視上 電視節目說的 那個時候坦白說 那時候說 整個全國的思維 或者說民進黨 整個都在護航 柯文哲 所以才猜 沒有人查嘛 所以他才敢 他想說 反正我以前 我一張五百萬就報過了 我這次算什麼 我這次算什麼 對不對 所以也被他逃了好幾次嘛 所以他當然不在 所以你想想看 他既然他說 東木正跟他講說 那個監察院只查 收入不查支出 東木正有什麼 這樣來講 是不是他說 你的支出有問題 你的支出不夠 是不是我們把他倒下去 監察院只有查 那個收入不查支出 對不對 有時候你邏輯 我們來推理嘛 那個東木正 為什麼會跟你講這句話 沒台沒錢 他怎麼早來跟你說這句話 一定是有你 快健康吃出那個 一般來講 快健康吃不會那麼白母 你發現評證不夠 評證不夠的話 不足是委託人 是你禁檢 禁檢候選人的事情 不是快健康的事情 他幹嘛 冒著要被判五年以下的 有期偷懸 還更嚴重 他執照會被吊銷 他現在這個狀況會不會 現在這樣子的狀況會 會啊 因為 這還有一個就是說 他假如有告知黨事人 比如說他有跟他們 跟財務長會講或誰 那他們就只 你說 我不管你就是這樣做下去 你就照這樣做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就等於是說 因為他是他的當事人 他假如說他是他的僱主 僱主要你這樣做 那這樣的話就是 會比較 衛造文書就會比較強 就不會用說你名字 可是你不 因為你是僱主 我知道這個 嚴重程度不一樣 對啦 所以現在就知道說 是總部要這樣做 還要自己這樣做 就對了 對啦 對啦 但是不管怎麼樣 都一定有事 都逃不了 他其實資格有可能會 他是怎樣 他一定會送懲戒委員會 因為他已經 已經縱使說你 你 你 知情 你有告知當事人 可是你已經簽證不實了 很明顯 很明顯就簽證不實 那簽證不實的話 那當然要受懲戒 那懲戒有時候就 嚴重的話吊橋起兆啊 不然就是說給你停業一年兩年 那他的會計事務所會不會受影響 他就他個人 他先任他個人 就是帳是他做的 對 他不應該想做 因為他只是應該簽證 可是他居然跑去登了 這件事 地級錯誤了 而且還有一個 因為他那事務所好像就他一個會計師了 就是這樣子 他那個精華會計師 就是他一個就對了 OK OK 好就我們從這個會計師的角度來看 我們今天不用講到政治的工坊了 可是既然我剛從你的言談間 就你也不是很相信柯文哲 哎呀 大家都知道了 是誰誰先揭花 柯文哲愛錢 他真的非常愛錢 他原在台大醫院 你今天問問台大醫院的很多醫生 就說他把錢看得很重 你看看 這個是他自己訂的 你這個保典還留著 MG149保典 我都只算沒那麼悶 當年我就想問了 你這一本到底是怎麼來的 人家當然是人家拿 台大裡面的 台大給我的 這個是正本 這是真的 這不是捏造的 捏造 我負責嘛 對不對 而且他又去告我 他告我說我怎樣後來 我不起訴 因為他說我講的都是事實 我講的都是事實 你看看他 你看他多愛錢 他說金錢不是萬能 但是沒錢 卻萬萬不能 為了錢 全軍叛變 為了錢 兄弟仿佛成仇 你看 你看 他這本是手冊 MG149 但是誰寫這個 周文哲自己 他自己寫 他自己寫的 你去問的 他自己寫的 他自己寫的 他也沒有活論過 這個不是他寫的 而且你看看 他多那個你看看 他鼓勵大家 鼓勵大家利用MG149 可將錢監入MG149內 買私人的物品或支出 或出國經費 先監入再領出可扣底所得稅 尬人逃漏稅 尬人逃漏稅 那他還有提供這個私障 做什麼目的呢 他這個私障做什麼 提供洗錢之用 叫那些醫生利用他的私障來洗錢 他就沒想到他寫這份 寫這麼白 都被看到了 他錯目也沒想到說這個會 因為他2003年的時候 他還沒有想說他會寫 那已經20幾年前的事情了 你看多多 真的是很離譜 那還有你看 這個是地檢處 對他不提訴書 處分書 這處分書 他可是處不提訴 可是你很明顯看到私障 就他所謂MG149 那個有一個工帳 台大有設的工帳 台大有設的工帳 就叫MG 譬如說哪個醫生是MG123 MG多少 他是149 可是科文哲除了這個工帳以外 他用利用他的會計 或他的秘書 去開個私障 等於私障名義上 那個叫私障 所以他這裡他自己也寫 有工帳私障 你看退入工帳 他這裡寫 你看 匯入工帳 但由私障支出 扣10% 所以 所以他自己都工 工帳是台大的 私障是他的 那你看看私障 他私障裡面 葉克膜就是巨鎮跟美利 美敦利都是葉克膜廠商 你看每個月固定 你看1月3月4月5月6月6月 固定給他20萬 20萬 他說這是什麼錢 就給他固定20萬 他說這個是他去演講會 那國務人員演講會 一個小時只能3,000 那你是不是說那麼吹下去 他說每個月都固定20萬 你們上通告有每個月都固定 固定一定是那個新聞 固定就是固定20萬 他當時檢察官的證實就找了蔡壁爐 找了他的秘書 還找這個葉克膜廠商 問他說這20萬是什麼錢 他說我的演講會 他沒有去查說 你到底到哪裡去講 你上課沒有查 你到哪裡去講 你去上課 你到哪裡去上課 你要弄出來 你到時候他都沒有去上班 每天都去上課 對 所以我跟你講真的是 我只能講說 其實他這個人 他很喜歡 當然他把錢看很重 他很喜歡固定決鬚 固定的人 大家記不記得 當年我在打他MG149的時候 撕帳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有把所有的帳 他說他都是公開透明 他就在鏡頭都貼在牆壁上貼一大堆 可是他第一個 他說他只公佈一個月 他就撤掉了 你不是都要公開透明嗎 你不是要公開 那為什麼不在網路上公佈 他不敢 第二個 他當時不准記者拍 他不准記者拍 有一個記者有拍到 其實已經拿來給我的 可是柯文哲發現說 那個記者有拍 那個媒體記者有拍 就打電話給他 他媒體記者的高層 跟他講說 你不能給我流出去 而且尤其不能拿去給柔書雷 尤其不能拿去給柔書雷 那個都亂湊 跟他現在意思一樣 他就你看看我都查出來了 我查出來那麼多筆 給你弄了一大堆 你的花票在哪裡 他就很愛這樣混淆視聽 他當年公佈在 他進錢寵布的那些帳 都亂湊了 都亂湊了 還有誰 他還說歡迎會計師去查帳 那時候我們帶了兩個會計師 還有助理 要去他那邊看他那些帳 他把鐵門拿下來 這個新聞有報 他把鐵門拿下來 我記得 對不對 他把鐵門拿下來 他當時覺得你針對他 對啊 當時他覺得你很針對他 所以對 沒有 我本來就針對他 你本來你當你要選擇 你要經過檢驗吧 事實上其實現在也經過10年以後 大家再回過來檢驗他 現在已經很多人在講MG149了 說那個有問題 那你覺得這一次這個跟MG149有像 很像 很像 他很喜歡打的 哦退啊 那個沒有 我都很公開 我都很那個 那個跟我無關 那你覺得他這一次 因為他也說明了嘛 就是就是世人不明 找了一個這個不好的會計師 造成這個結果 那既然你做個結論 你覺得這件事情 你最後會怎麼樣 不是 我是覺得啦 其實應該做個民調 他把責任都推給會計師 大部分人都不相信 大部分人都不相信 那你判斷的版本是什麼 你判斷的 我判斷本來就是 就是短証 他把它洗出去 他有短証的錢嘛 像他這一些沒有花票 他後來找出了1600多萬的 那個這些是只有匯款單 可是為什麼沒有花票 那他會給誰 那幾家公司有沒有 沒有開花票沒有開收據 是不是有逃漏稅的問題 國稅局應該要進一步去追查 對不對 那甚至於 甚至於你今天 你自己這個1000多萬 那這些評證 你是不是有交給會計師 那會計師是發現說 根本沒有沒有那個 花票 所以根本不採用 對不對 不採用的話 可是不夠啊 不夠反正他想說 我以前都錯過了 以前我拿三張 三張收據五百萬了 對不對 而且姚立民講得那麼大聲 講到什麼 在那邊電視上去傳播 而且每一台都去講 對不對 講到那麼多 可是 還是 他也逃過了 你看MG194帳他逃過 他第一次進捷 那個逃過 五百萬 三張他也逃過了 那這一次 他想說 反正我是柯文哲 我是 那個沒有人能夠 我聊什麼 所以他也會逃過 好 今天非常謝謝這個 會計師全國聯合會的前理事長 羅書磊 委員 季亞來到我們 維漢觀點 真的非常謝謝 因為最近好多好多節目都找他 他可能也就 第一個在台中 第二個 也不是太願意談 那他今天是受我邀請來 非常謝謝季亞來 那這個事情分為政治 司法跟會計三部分 我們今天就從會計的這個角度 非常專業的跟 負責任的觀眾朋友報告 因為會計師本來應該怎麼做 而在這件事情上面 這個會計師看來是犯了一些錯 對他犯 那司法交給司法 最後這個結果會怎麼樣 我們就靜待司法檢調的一個 承辦結果 好 那今天就非常謝謝季亞 好 那這個請大家訂閱我們 評觀點的YouTube頻道 訂閱分享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